参与超酷人气榜朱莉 迎签名照和独家福利视频 快来为你的练习生获取直播 官方置顶的机会吧 登陆优酷国际版客户端 进入朱莉通道活动页 或进入亚洲超新团播放页 点击正片屏幕下方 朱莉通道 即可为练习生加油朱莉 截图朱莉名气 冰袋话题发帖 超多福利 等你获取 我觉得就是我们没有做好 我们已经出过大楼 我们已经是一个成熟团体 Rain老师说的一样 就是你们的眼神里面没有自信 我觉得导师们更多观察的地方 是在于我们的状态 当时表现出来的那种状态 不是很适合这种比赛的一个形式 可能还是没有把自己的思维转过来 就是还没意识到这是一个比赛 精气神这种东西 就是一个很细节的东西 可能之前确实也没有太过为于在意这个 但是说出来了 那我们肯定就以后会把它改掉 然后努力做好 平时练习这首歌的时候 我们要出舞台了 我们会不会要展现出跟演出和加演的时候 不一样的状态 我们要拿出点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但是我们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导致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太程序化 应该拿出新的东西出来 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新的舞台 新的一个节目了 所以要重新开始才行 所有的意见都是可以采纳的 因为老师们说的团体舞蹈 然后还有就是士气上的问题 就是Rain老师说出来我们的一些缺点的时候 我觉得是特别对的一件事情 因为确实这首歌我们太熟悉它了 然后就是每一次跳就感觉像就是吃饭一样吧 就是让我感觉没有把我们播出本来有的一些活力展现出来 只要是个舞台 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曲风 你要尽力去完成 我觉得它是个舞台 只有大家都齐心了 那个舞台不管是什么样的歌曲都可以诠释得很好 就跟所有强者一块打吧 然后就是跟大家一起在一块交流一下这样 我们已经不是六个人的习惯性的那种模式了 是要以全新的一个姿态去面对其他新的一些选手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比在之前六个人之后要更努力才行 包括心态上也是 我们不能再像初舞台这样 只是程序化的一些东西 要打起十二分的精致来 就是今天威远老师给我们留了一个作业 就是说要我们看前面 要看到他的话已经要盯着他 我觉得我能做到 然后我也会从今天开始会变得更有自信 都说眼睛能看到我内心 那我就想能不能通过眼睛就是把信心拿出来 我希望我下次在义工的时候 让十个世界能看到不一样的我 让所有的老师还有所有的成员看到不一样的我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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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